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2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红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年5月三独通过的农民退休除经条例草案 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上路 而这个农委会与地方的农政单位也共同了开办农民福利百分百巡回座谈会来宣导 那么花莲农改厂也赶在文旦又农忙的前夕来到了热穗乡 吸引200多位的农民到场参加 除了这个农民的福利之外 农民更关注了今年文旦又的产销问题 希望上级单位能够重视 即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上路的农民退休除经制度 多数农民对此心智恐怕是一知半解 花莲农改厂与各农政单位赶在文旦又农忙前夕 来到了瑞穗乡办理农民福利百分百巡回座谈会来加强宣导 仿照劳工退休金制度的农民退休金制度是在原有的农保及老农津贴制度的基本保障下 再加上农民退休除经个人专户 由农民与政府共同按月提缴 福利农民除去养老 而未满65岁且具有农保身份的农民 未来每月缴纳劳工最低薪资的1%到10% 政府就将提拨对应比例到除经专户 缴纳到65岁时就可以领取退休除经 这个盈利登记对这个农户来讲 现在有民宿的他有盈利登记 出境商场他也需要盈利登记 公家机关他也需要盈利登记 让我们开收集给他 农民同时有盈利登记 但是不能拥有农保身份 这个1月1号就是执行 是不是这个问题 有关自身权益的新政策 吸引200多位的农民到场了解吸收薪资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瑞士乡文单又农占多数 因此更关注今年度农政单位的 文单又产销措施的议题 而在提出意见讨论时 还一度引起了小骚动 农民期盼上级单位也能重视解决 记者石玉兰瑞瑞采访报道